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这个夏天最治愈的歌不就是王一博的《万物可爱》吗? 警号最近 王一博的歌《万物可爱》又被全国各大文旅征用了 上到国家级、省级媒体、下到县级、警区媒体 都在用王一博的《万物可爱》做当地宣传视频的BGM 这首歌从2023年底发布 短短半年已经火遍大江南北 《万物可爱》是王一博旁观者EP中的一首单曲 该EP在QQ音乐单平台的销量已经高达538万张 是Q音双钻石唱片 《万物可爱》由诗人董玉芳作词 前雷作曲 将宁静美好的生活娓娓道来 特别适合上下班途中 下雨的午后静静聆听 王一博会选择这首歌 大概也是出于对歌词里描绘的简单生活的向往吧 夏日的池塘边 围坐着几个老朋友 大家一起听蝉鸣 看渔州 淤泥里 终于长出了莲藕 人生简单就足够 好的音乐有治愈人心的力量 它可以打开听众想象的翅膀 让你的思维在优美的旋律 动人的歌词中尽情展翅翱翔 用王一博的《万物可爱》打开全国各地的文旅 更是将艺人巨大的影响力 带动力和正能量相结合的绝佳范例 王一博怎么不算内娱体育生呢 上海 整个城市被一股青春洋溢的气息所包围 而在这场运动盛宴中 有一个人的名字格外引人注目 那就是多才多艺的全能艺人王一博 一个以行动诠释内娱体育生精神的青年偶像 上海黄浦宾江将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作为巴黎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重要一战 这里将上演自由式小轮车 滑板 霹雳舞 攀岩四大项目的激烈比拼 这不仅是运动员们追逐奥运梦想的舞台 也是王一博作为赛事推广大使 用自己的方式为运动健儿们加油助威的时刻 他的新歌《跃动上海》不仅是一首赛事主题曲 更是一封写给这座城市 这项赛事以及所有追梦人的激情宣言 王一博 这个名字似乎与不可能无缘 无论是舞台上劲爆的街舞 还是赛道上及时的摩托车 甚至是滑板上的灵动身影 他都展现出了超越一般艺人的体育才华 《跃动上海》不仅仅是一次音乐与体育的跨界融合 更是王一博对运动精神的一次深情致敬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 身体力行的证明了艺术与体育之间并无界限 每一个热爱都可以被无限放大 每一个梦想都能通过不懈追求变为现实 人们常好奇 王一博是如何在繁忙的演艺事业中 还能够保持对众多运动的热爱与精通 从摩托车赛车到滑板 从街舞到射击 高尔夫 每一项技能的背后 是他对时间管理的极致运用 王一博的时间仿佛被精心分割 每一分钟都被赋予了意义 他的日常 是对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最生动的诠释 一年之内 四部电影一部剧作的出色成绩 是他不折不扣的敬业态度和超乎常人的努力成果 王一博的身上 流淌着的是运动员特有的血液 不屈不挠 勇于挑战 在娱乐圈这个光鲜亮丽又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他像是一名永不言败的运动员 不断突破自我 用作品说话 他的每一次亮相 都是对自我极限的又一次超越 这份精神不仅激励着自己 也鼓舞着无数粉丝和观众 当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上海的号角吹响 每一位参与者都在为心中的那份热爱与梦想全力以赴 王一博作为一个特别的存在 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广泛的影响力 成为了连接体育与娱乐 梦想与现实的桥梁 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无论是在聚光灯下 还是在运动场上 只要心中有梦 脚下就有路 让我们一同跟随王一博的节奏 为即将踏上征程的运动健儿们加油 见证他们在黄浦江畔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街舞 滑板 摩托车 射击 高尔夫都是他喜欢的运动 他也一直在用运动员的精神闯荡娱乐圈 不服输 刻苦钻研 一年多四部电影一部剧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主演的电影《维和防暴队》正在上映 勇敢 热血的狙击手杨震等你来 王一博 以自我风格引领潮流 诠释Sporty Ridge的真谛 在中国娱乐圈这个瞬息万变 流行风向标不断迭代的世界中 王一博以其独特的个人风格与坚定的自我表达读书一致 他的时尚理念领先行业至少两百年 达到Next Level的高度 他坚持不媚粉 不媚俗 拒绝随波逐流 将运动风尚与富饶质感相结合 塑造出Sporty Ridge的全新形象 王一博的穿搭哲学是纯粹且具有前瞻性的 他的衣橱不受时下流行的牵绊 一切装扮都源自于对运动的热爱和深入骨髓的生活方式 从头到脚 无论是选择服饰还是配饰 皆源于他最近热衷的体育项目或户外活动 这使得他的着装既有男性的阳刚之气 又不失时尚感 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很难易男的个性化表达 即便穿着香奈儿的女装系列 可看起来依旧是man的不行 小女孩们追求的白皙肌肤 浓重妆容 爱豆发型以及厚底靴等绚丽夺目的时装 在他这里并无立足之地 王一博对这些所谓的流行元素并不感冒 他坚守自己的审美标准 用行动诠释了时尚Icon 应具备的开创性与持久性特质 他的风格不是模仿 而是创新 不是迎合 而是引领 有趣的是 坊间传言王一博去年五六月份 与某知名品牌的Sporty Rich网球系列合作 可能正是这一契机使他更受品牌方青睐 进一步拓宽了他的时尚版图 该品牌也正积极寻求转变品牌形象 意图通过与运动和街头文化深度结合来吸引年轻一代消费者的目光 而王一博的独特气质恰恰契合了这一趋势 成为了品牌推广中的亮点 面对一年内多次被造谣 热议的状况 王一博本人始终保持淡然态度 不为外界纷扰所动 他始终戴着帽子 低调却坚定地展现自我 这份处变不惊的态度不仅体现了他对个人风格的坚守 也是对娱乐圈浮躁现象的一种无声反击 如今不过26岁的王一博已经在多个领域获得了成功 不仅仅只是从前那个组合团队中的小妖 而是影视有作品 综艺有成就 代言有保障 海内外有影响力的知名艺人 即便是爱豆出道 却能够走上实力派演员道路 并坚持自己时尚理念 不断积极奋进 在自己希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越走越好 从不会被外界的因素干扰 永远心怀善意 总结起来 王一博以其与众不同的时尚观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 在中国娱乐圈中书写了一段独特的故事 他的每一次亮相 都是对sporty roots风格的生动演绎 是对自我认知和独立个性的极致追求 在瞬息万变的潮流洪流中 王一博就如同一块坚硬的磐石 任凭风吹浪打 我自窥然不动 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引领并启发着更多人去拥抱真实 独立的时尚态度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